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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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那總之 我們就繼續來講解我們的課程 那我們接下來是要為各位同學來講解第六章的一個東西 在講解第六章的東西的話呢 我們可以稍微來複習一下 我們之前那個在 搜尋四支期 我們在搜尋四支期是不是有為各位同學 講解一個非常特殊的一個以魁選是什麼呢 柯西尤拉的以魁選對不對 所謂的柯西尤拉的以魁選是長的是什麼樣子呢 就是說如果N次微分 N次微分前面乘的是S的N次班的話 那N-一次微分前面乘的是S N-一次班 那一直到一次微分前面乘的是S的話 那這種翻詢我們是不是就把它叫做 所謂的柯西尤拉的那個以魁選對不對 那關於這種柯西尤拉的以魁選的話 那我們之前是不是有為各位同學講解一個 那個非常簡單的一個解法 是什麼樣的解法呢 就是說假設我們的解是S的N次班對不對 S的N次班對不對 那這時候的話呢 我們在利用這個 我們在利用這個 來把這個N把它解出來的話 那基本上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柯西尤拉的 這個以魁選可以把它解出來 OK 好 那可是呢 那 我們都知道 一個以魁選能夠剛剛好講的是這個樣子 其實機率並不是太高 那我們其實在實際上所遇到的問題 我們很少有真正的一個Defential Equation 它 它剛好那個N次微分前面就成了S的N次班 那比如說呢 比如說我們可以隨便舉一個例子 OK 比如說像這個例子的話 這是不是一個柯西尤拉Defential Equation對不對 那 很顯然這個二次微分前面並沒有成S的平方 所以這很顯然 它就沒有辦法用我們剛才的柯西尤拉的Defential Equation的方法來解 那它是不是纏速係數呢 也不是 對不對 所以說像這種Defential Equation它既不是柯西尤拉 也不是纏速係數 那 可能我們之前所學的D13的方法可能就不是那麼合用了 那還包括我們另外一個例子 像這是另外一個例子 這個Defential Equation它長的是有一點點像柯西尤拉 但是其實還是有一點點不一樣 像它那個Y 這個是Y的一次微分前面乘上X 可是這裡Y的二次微分 如果是柯西尤拉Defential Equation 這應該是乘上S平方 可是這裡乘的是S平方加1 對不對 那 它差一點點 但是 但是 只要它完全 它並沒有完全符合柯西尤拉Defential Equation 我們在第六章就要為各位同學來講解 面對 類似這種Defential Equation 也就是說 它是一個線性的Defential Equation 而且它前面 成的東西呢 它基本上是一個多向式 那前面所成的東西 基本上是一個多向式的一個型態 但是它又不是柯西尤拉的話 那我們該怎麼解呢 那 我們之前在那個 4-7的時候 是不是有為各位同學來講解過 那 當我們是柯西尤拉的話 我們就假設我們解釋 S的N次方 對不對 那現在我們遇到 這種 線性的Defential Equation 但是它前面的係數是那個 是多向式 像這個是一個一次多向式 對不對 像剛才那個 剛才是S比方加一 是那個二次多向式 這種情況下面 我們該怎麼解呢 我們解法關鍵 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 假設我們的解 YS 是一個那個 S的N次方的Lineum combination 這就是我們第六章要學的東西 那第六章 雖然 第六章基本上是一個非常繁雜的一個章節 但是 第六章它其實核心的概念就是說 當我們遇到的Defential Equation 是一個線性 而且它的係數是多向式的話呢 這個時候 我們就假設我們解釋這個樣子 就是S的N次方的Lineum combination 其中N是從0到無限大 我們可以比較一下 以前我們在解科系尤拉的時候 是假設我們解釋S的N次方 只有一項而已 對不對 只有一個Term S的N次方 只是這個N我們要去解它 對不對 那現在呢 我們 現在我們就假設我們解釋 S的0次方 S的1次方 一直到S的無限多 無限大次方 它們Lineum combination OK 所以說 這就是我們第六章的 那個概念的核心 我們可以 可以比較那個Session 4-7的東西 好 那 這次Elample 5是這個樣子 同樣的那個 另外一個Elample也是一樣 另外一個Elample 那 像現在我們這個Defential Equation 它雖然長的是科系尤拉 但是並不是完全一樣 這裡把S平方變成S平方加1 在這種情形下的話 同樣的也是我們要把我們的解 把它設成這個樣子 就是多項式的一個形態 OK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再把 這個S dimension 代進原來的Defential Equation 我們把這些CN把它 那個 把它解出來 所以說呢 我們第六章 就是要教各位同學這個東西 OK 那就是多項式的解 好 那我們就回頭來看 我們第六章的標題是什麼樣子 那個第六章的標題 這個 我們第六章標題是 Series Solution of Minion Equation Series Solution 那雖然是說它 它 它這樣子寫的話 看起來也是有點抽象 但是如果講白話一點 講白話一點 其實第六章 要為各位同學介紹的 它其實很簡單來講 就是多項式解 多項式解 多項式形態的解 OK 多項式形態的解 也就是說呢 那它基本上呢 它等於是把我們的 柯西尤拉的方法做得更加的一般化 我們柯西尤拉 是假設我們解釋 S的N次方 那它現在 它現在 假設我們解釋 那個 S的N次方 的 而且呢 那我們還可以做 再更一般化一點 那原本是 S的N次方 S一次方 S二次方 一直到S無線螺次方 我們可以把它改成是 S減掉S0的 0次方 一次方 二次方 三次方 一直到無線螺次方 那也就是說 我們第六章 基本上就是 假設 我們的解釋 是這種形態 OK 那 那其中呢 我們這個 S0這一點的話呢 又 可以分成 可以把細分成 幾種不同的情形 假設 這S0 它是所謂的 星刮point 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解法 可能就是要用我們 63的方法來解 那如果 S0它並不是一個 星刮point 的話呢 那基本上 我們就是用那個 62的方法來解 它就是了 那所以說 我們第六章 大致上 是為各位同學 講解了兩個解法 第一個解法 就是說 那個 當我們這裡的S0 它是那個 所謂的藍星刮point 的話 我們就是用 62的方法來解 這是解法1 解法1 那第二個解法呢 就是這其中的S0 它是所謂的基點 它是所謂的星刮point 的話呢 我們就用第二個解法 這第二個解法的話呢 在 新版的課本 是那個 63 在舊版的課本 是62 那第一個解法 新版課本 是放在62的地方 舊版是放在61 OK 那我們第六章 總共有四個session 那我們其中兩個session 是講解解法 那另外兩個session 是講什麼東西呢 那61 我們會為各位同學 來講解 所謂的paw series 這種東西叫做paw series 那paw series 它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我們會在61 會為各位同學來複習 雖然我相信各位同學 在大一的微積分 都已經有交過這個paw series 但是我們會在61的地方 會再為各位同學來做一個 更深入的一個複習 OK 那另外呢 我們在session6之4呢 我們session6之4 我們會為各位同學 來舉兩個例子 就是針對解法1和解法2 我們所得出來的session 我們會為各位同學來講 講解那兩個例子 所以說 我們在6之4的session 會為各位同學來講 講解幾個例子 OK 所以這大致算 就是我們第6章的架構 大致算就是這個樣子 第6章 只有為各位同學 來介紹兩個解法 就是這兩個解法 雖然這樣講 但是其實第6章 是一個非常繁雜的一個展解 因為當我們把這個東西 帶進這個defensial equation的話呢 在計算過程當中 會有非常多 那個容易犯錯的地方 OK 那在講解我們的 這兩個解法之前呢 我們先看6之1 有關PowSeries 的觀念的一個複習 OK 那6之1 基本上呢 這新版的6之1 其實是我們舊版的6之1的 那個前面幾頁 OK 那只不過 我們 我們新版的課本 會把那個 舊版的6之1的前面幾頁 把它獨立成一個session OK 那所以說 那各位同學 如果是使用舊版的課本的話 那也不必擔心 那其實6之1和6之2 都 那新版6之1和6之2 其實都包含在那個 舊版的課本裡面 OK 好 那有關這個PowSeries的話呢 那 所謂的PowSeries的定義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就是s減掉s0的N字方 再乘上一個常數CN 然後我們 對它從N等於0到無限大 一直在做長一群的話 這種 這種Series 我們就把它叫做 所謂的PowSeries 那它展開來就是 C0 加上C1 乘上s減掉s0 加上C2 乘上s減掉s0的平方 然後再一直加算去 OK 好 那我們可以注意到 它是一個無限多項的 散眉群 既然是無限多項的 散眉群的話 那它恐怕就有 就有收斂的一個問題 OK 那因為這無限多項的東西 相加的話 它有可能不會收斂 那 但是有可能會收斂 那 那我們接下來就有一個定義 那個就是所謂的 所謂的Convergence 那 Convergence的定義就是什麼東西呢 也就是說 當我們在做這個散眉群的話呢 那 假設 這個散眉群的Term 是從那個0到 N等於0到大N之間 當N軀跡無限大的話 這個散眉群還會存在 存在的話呢 這時候我們就把這個PowSeries 叫做是 收斂的PowSeries 那關於這個PowSeries 我們要怎樣測試它 是否收斂呢 那我們會有一個方法 叫做所謂的 Ratial Te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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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而言的話呢 就是說呢 我們把 N用N加1帶進去 我們就得出了這一項 就是CN加1 然後乘上那個S解掉S0的N加1次方 然後我們再除以那個DN項 DN項就是CN乘上那個S解掉S0的N次方 那我們再來看看 這兩個東西相處的時候 當N軀跡無限大的時候呢 它會不會 這兩個筆值會不會小於1 那如果是小於1的話 它就會是收斂 如果是大於1的話 那它就是發散 那如果剛好等於1的話呢 它有可能是收斂的 有可能也 有可能還 並不是收斂的 那所以說呢 我們基本上 就會根據這個筆值 來測量一個PowSeries 它是不是有收斂的一個情形 OK 好 那另外呢 另外呢 那個我們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名詞叫做所謂的 Radius of Convergence 那Radius of Convergence 是怎麼樣子呢 那我們都知道 這個筆值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筆值來看 這個一個PowSeries 它會不會收斂 但是呢 我們可以發現 這筆值它其實受到 它會受到S的值的影響 對不對 那S離那個S0越遠的話 那它其實不會收斂的機率 也就會比較大 對不對 但S靠近S0的話呢 它就 比較有那個高的機率會收斂 所以說呢 通常S解掉S0 如果離S0越遠的話 它就越有可能不會收斂 所以呢 基本上我們就會定義出一個東西 就是所謂的收斂半徑 假設呢 S在那個 S解掉S0的絕對值小於R的話 那這時候 這時候它都會收斂 也就是這裡所算算的L字 都會小於E的話呢 那這時候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半徑 就叫做所謂的收斂半徑 那收斂半徑 它的縮寫就是什麼呢 它的縮寫就是中華民國 OK Radius of Convergence 它縮寫就是中華民國 好 那 所以說呢 我們就可以根據這個東西來判斷 這S在什麼情況下面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來定義 那當S解掉S0小於R的話 它就是收斂 那如果S解掉S0大於R的話 它並不是收斂的話呢 那這時候我們就把我們收斂半徑 就把它叫定義成R OK 這是我們第三個重要的定義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實際的 為各位同學來看一個例子 那個340頁 340頁 這很顯然 這是一個Pow-Series 對不對 那我們要測 測試這個Pow-Series 是不是收斂的話呢 我們就把N用N加1帶進去 我們來看第N加1項是等於多少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裡就出現2的N加1次方 然後這裡本來是N變成N加1 然後這裡變成S減掉3的N加1次方 然後我們再除以DN項 DN項就是N乘上N分之 那個S減掉3的N次方 好 那這兩個東西相組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來看看 上面也就是說DN加1項 比DN項多出了什麼東西呢 首先呢 這裡是不是比這個多成了S減3 對不對 所以說 這兩個相組的話 它就會出現到S減3 對不對 然後分母的部分 這裡是不是比這裡多成了一個2 所以2就存在於這裡 那另外呢 這裡是N加1 對不對 然後這裡是N 對不對 嗯 嗯 那所以說呢 這裡是不是 所以說這裡是不是要寫成是N加1分之N 對不對 那應該是要改寫了 好 OK 那就把它改寫成這個樣子 OK 好那現在呢我們就來看看 當N趨近無限大的時候呢 N趨近無限大的時候呢 它會變成是什麼樣子 因為我們剛才在講這個Racer 那個Test的時候 是不是要看那個N趨近無限大的一個Case 好 好 那N趨近無限大的時候呢 是不是N加1分之N 它是不是就會趨近於1 對不對 因為N趨近無限大的話呢 加1這個東西對於N而言的話 它其實已經算是小到微不足道的一個東西 所以說呢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看到 當N趨近無限大的時候 N加1分之N 它是不是就會趨近於那個1 對不對 所以說呢 N趨近無限大的話 它是不是就變成2分之那個S-3 的那個絕對值 對不對 那我們剛才又 為各位同學來講到 那我們所謂的Solian的話呢 就是RacerTest單這裡的L 如果小於1的話 它是Solian 如果是大於1的話 它就是發散 對不對 那所以說呢 我們接下來就來看看 這個東西在什麼情況下面 那麼 這個東西在什麼情況下面 那個它出來只會 那個會小於1 這時候我們就來看看 S-3 那是不是 S-3的絕對值 要小於2的話 它才會 它這兩個相處才會小於1 對不對 所以說 S-3的絕對值要小於2的話 那是不是 那個 那個 S-3加減2的中間 對不對 所以S必須要在1和5中間 所以說呢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 根據這裡 我們就可以判斷出 當S介於1和5中間的話呢 這個時候 我們這個RacerTest就可以滿足了 就可以滿足它 去近無限大的話 它這個 這兩個相處會小於1 所以說 我們就可以確定 在1和5中間的話呢 當S在1和5中間的話 它就會是收斂 所以說呢 所以說呢 對於我們 LT-1的話 LT-1它的所謂的 Radius of Convergence 它的ROC就會等於2 Radius of Convergence等於2 那因為 因為在這一題的話 假設我們把S0 因為我們把S0 射程等於3 對不對 那個 我們把S0射程等於3 那所以說呢 那個 S在1和5的中間 會是收斂 所以它Radius of Convergence 就等於2 OK 好 那足夠呢 我們接下來還要考慮到一個 非常特殊的情形 是什麼樣子的 一個特殊的情形呢 就是說 剛才有位各位同學提到 如果RacerTest 當L小於1的話 它是收斂 L大於1 就是發散 但是L等於1呢 我們這裡說不一定 也就是代表是說 假設Radius of Convergence等於1的話呢 那它有可能是收斂 有可能是發散 在這種情形下 我們恐怕需要再另外來做觀察 好 那像剛才這個問題當中 什麼情況下面 這個L會等於1呢 什麼情況下面 這L會等於1呢 就是說 當S等於1和5的時候 對不對 因為1和5帶進去的話 這是不是剛好就會等於1 對不對 那所以說 我們要針對1和5的case 要特別來做處理 那首先我們來看看 當S等於5帶進去的話呢 我們這裡會變成什麼樣子 當S等於5帶進去的話呢 它是不是 就變成5-2的N字翻 就變成2的N字翻 對不對 它帶進去 是不是就是2的N字翻 分之2的N字翻 乘上N 然後這兩個可以相消 對不對 那它是不是就會變成是 那個 N等於1到無限大的一個 那個 N分之1 的這個閃分 那各位同學在 大1的那個 微積分是不是有交過 N分之1的summation 是發散的 是發散的 所以說 N等於5 所以說我們是可以判斷 S等於5的時候呢 它其實就會是發散的 對不對 所以說 那個 所以 S等於5的時候是divergent 對不對 好 那可是呢 S等於5是divergent 但是 S等於1的時候 可能情況就不一樣了 齁 S等於1的時候 我們帶進去的話 這裡是不是就會變成 -2的N字翻 對不對 -2的N字翻 除以那個2的N字翻 是不是就會變成 -1的N字翻 對不對 所以說 -1的N字翻 再除以N 這東西 它 是收斂還是發散呢 應該是收斂 那 各位同學其實可以這樣子想 也就是說 這東西其實可以把它改寫成4 這個樣子 因為它是什麼 -1的 這個 加上 2分之1 減掉3分之1 再加上4分之1 那個再 一直下去 所以說它是不是可以把它改寫成是這個樣子 就是 就是負的什麼東西 就是負的什麼東西 這一定會是收斂的一個極速 對不對 所以說 所以說我們就可以發現 當S等於1帶進去的話 它會變成是這個樣子 這東西它其實又可以等效於這個東西 那很明顯的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收斂的一個極速 所以說 我們就可以發現 當L等於1的時候 有的時候會收斂 有的時候會發散 那根據我們實際計算出來 結果我們會發現 S等於1會收斂 S等於5會發散 所以說 我們會把Interval Convergence寫成這個樣子 其中 1的地方 我們寫成這個東西 也就是代表是說 它的Interval有包括1這個地方 那5的地方寫成這個樣子 就代表我們Interval沒有包括5的這個地方 那其實這種寫法的話 雖然是說各位同學 維基分都有學過 但是 如果還是不熟悉的同學 那個 那我在這裡再註明一下 也就是說 它這樣子寫其實也就是代表我們的範圍是 1小於等於s小於5 因為 這裡是這個符號 所以是小於等於 這個 就沒有包括5這裡 所以這裡是小於 OK 所以說呢 這就是我們舉一個例子 我們要如何利用我們剛才的那個Ratual Test 來測量一個極速 它是所 它是收斂還是發散的一個極速 這是一個 典型的一個例子 OK 好 那我們 講到這個Pow series 呢 我們在數學上面最常看到的Pow series 是什麼東西呢 好 那就是 McLowling series 好 這個字 雖然各位同學 比較少看過 但是我相信各位同學應該都有看過這個字 Teller series 其實 其實在數學上面 Teller series 它會比那個 McLowling series 來得普及一點點 但是呢 有的是 因為 因為 這個 series 是這兩個人所發明的 那之所以 Teller series 會比較普及 那其實也是因為 Teller真的是比較好記 所以說 但是 其實各位同學 看課本 有講到這個東西的話 那 各位同學 希望各位同學都能夠知道 其實 McLowling跟Teller 這兩個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好 那所謂的 MekLowling或是Teller series的話 它的定義是什麼樣子呢 就是說 假設我們以S0為中心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一個波像式展開成YS0 再加上Y在S0這裡的一次尾分 除以一階 一的階層 再加上Y在S0這裡的二次尾分除以二的階層 雖然 雖然這個東西我相信 各位同學也已經有學過了 但是 如果有學過 不是非常熟悉的同學呢 那希望 我們342頁這裡所列出來的幾個 Teller的展開式 或是McLowling的展開式 希望各位同學都能夠熟悉 比如說 以Potential的S次番 就可以展開成這個樣子 Side和Coside Side和Coside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發現 Side的部分好像 S0次番 2次番 4次番 6次番 都沒有東西 這是因為呢 這個Side翻訊的話呢 它用0代進去的話 它會得於0 然後Side翻訊 2次微分 4次微分 6次微分 偶數次微分的話呢 它基本上都是Side翻訊乘3的參數 乘3正負1 對不對 所以說 然後再把0代進去 S等於0代進去的話 這些都會變成0 所以說Side翻訊只有S1次番 3次番 5次番 這些等 那Coside翻訊 同樣的Coside翻訊 它只有1次番 2次番 4次番 6次番 這些等 那 嗯 我們只有1次番 對 很好 很好 OK 沒有錯 那最後一個我們要做一個更增 OK 那 至於那個1加3S自然對數的話 我們可能要起成這個樣子 那如果 如果是1-1S分之1的話 1-1S分之1的話 那它其實太熱展開是就會變成是這個東西 那其實最後一個東西 很容易記 我們可以把這個東西看成是一個等比級數 對不對 無限多項等比級數 是不是 它的sumation是1-R分之首項 對不對 首項為1 它的等比為R 它的等比R為X 所以1-R分之1就是1-X分之1 對不對 所以說呢 我們這些siris的話 那 這就是我們幾個著名的 泰勒展開是 以及他們所對應的收斂半徑 那8-3就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各位同學 對於泰勒展開是 雖然有學過 但是不完全熟悉的話呢 那希望各位同學能夠 多了解我們342眼水張標 OK 那當然也是希望各位同學能夠 能夠那個就是 嗯 腦筋引火一點 那 也就是說 Epotential 2s 得多少呢 Epotential 2s次翻 那其實很簡單 我們把2s帶進這裡來就可以了 所以說Epotential 2s次翻的話 那其實就是 1加上2s除以1截 再加上2s比翻 除以2截 那一直再加下去 那同樣的cos3s的話 我們只要把3s帶進這裡的s就可以了 OK 所以這是我們幾個 比較著名的泰勒展開式 那當然我們還可以 嗯 當然我們還有其他的一些泰勒展開式 那不過我們這裡是指列出其中幾個 比較重要的 那個泰勒展開式 好 那我們接下來 接下來呢 我們再看一個簡單的例子 那像我們講義343頁 那就是有請各位同學 來算出這個東西的 泰勒展開式 好 那這個東西呢 它是什麼東西 好 雖然是說 Epotential 2s次翻 跟3s的 太熱展開式 我們都有學過 好 而且也也列在剛才那張表上面 但是呢 當他們 當這兩個東西相成的話 他們太熱展開式是什麼樣子呢 好 這時候的話 我們把Epotential 2s次翻 寫成這個東西 那後面這個東西是3s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把這兩個東西把它成開來 那 這成開來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發現 這有無限多項 這也有無限多項 所以成開來 應該也是一個 無限多項的一個級數 對不對 所以說呢 那通常我們 在寫這個問題的時候呢 通常我們只要把 開頭幾項 比如說像我們課本這個例子的話 就把那個開頭的那個 S的一次翻 二次翻 三次翻 四次翻 五次翻 這幾項把它列出來而已 OK 好 那這時候的話呢 而至於這些 這些級數的係數 我們該怎麼求呢 首先 這兩個成開來的話 它有沒有纏數項呢 應該是沒有 因為這裡最小是纏數 對不對 這裡最小是x 纏數乘上x 至少也有x的一次翻 所以說 我們展開來 它不可能會有纏數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s一次方 s一次方 唯一可能出現呢 就是我們纏數乘上x 對不對 所以纏數乘上x的話 那他們兩個係數都是1 所以 s的係數就是1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s平方 那s平方 唯一有可能出現s平方的就是這裡的x 乘上這裡的x 然後這兩個係數都是1 所以s平方係數為1 那至於s的三次翻呢 s三次翻的話 那可能情形就有一點點複雜了 因為s三次翻 我們可以由兩種以上的翻式得出來 一個是這裡的常數乘上這裡的-6分之s的三次翻 那另外一個就是這裡的2分之s的平方乘上這裡的x 所以說s三次翻的係數就變成-6分之1的那個s三次翻 再加上1分之1的那個s三次翻 那以此類推 4次翻的係數的話呢 4次翻的係數的話 它也是有兩種可能 這個乘上這裡 所以有6分之1 那或者是說 那或者是說那個s乘上那個-6分之s三次翻 有-6分之1 那以此類推 那總之呢 我們再展開來的話 我們就來看看 就展開來的時候 我們就看看 s的N四翻 它的係數 可能是從哪幾個tun出來的 我們再把這幾個tun 他們相成以後的係數做散明群 來算出他們最後的係數會得多少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一個 這就是我們一個 就是算比較複雜的一個例子 太熱轉開始的一個例子 就是在這裡 ok 好 那我們總之呢 我們6-1這個session裡面 所講的大分的概念 雖然各位同學以前都有學過 但是我還是希望各位同學能夠稍微再複習一下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看6-2 6-2的話呢 就進入我們正題了 那6-2的話 就為各位同學來講解 我們第一個 來解 利用這個paw series 利用這個多像是s-s0的n字翻的linear calculation 來解我們difential equation的一個例子 ok 這也就是我們第六章 所為各位同學講解的第一個方法 好 那主播呢 我們6-2這個方法的話 基本上會有一個限制 是什麼樣子的限制呢 我們這個s-0 它必須不是一個星光point 好 那什麼是星光point 各位同學還記得嗎 那星光point的話 就是說 我們這個difential equation 當它變成所謂的standard form之後呢 那它在 如果我們把s-0帶進去 它 某些東西會變成無窮大的話 那這一點就是所謂的星光point 對不對 比如說呢 am-s0會等於0的話 那 當它變成standard form以後 那每一箱都要除於那個am-s的話 那幾不是每一箱都會變成無窮大 那 所以說 這種情形下 s-0它就會是所謂的星光point ok 所以說呢 基本上我們在6-2的話呢 我會為各位同學來 來講解第一個解法 但是這個解法基本上有個限制 就是說 我們的s-0它必須不是一個所謂的星光point ok 那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 像剛才我們給各位同學show的這幾個例子 那 比如說 像這幾個例子的話 是不是s-0都是0 對不對 s-0都是0 像這個例子當中 s-0等於0它是不是所謂的星光point 不是 對不對 因為 我們把s等於0帶進去的話 這幾個都不會變成無窮大 對不對 那同樣的 我們來看看 另外一個例子的話 它也是把那個s-0設成0 對不對 那這個例子的話 把s-0設成等於0的話 它 它是不是星光point 很顯然也不是 雖然我們這個問題 嚴格來講 它應該是有所謂的星光point 但是星光point的地方 並不是在那個s-0等於0的地方 那它這一題的星光point 是在哪邊呢 它是在那個虛速的點上面 也就是等於 那s等於正負I F等於正負I 為那個星光point OK 但是呢 但是呢 因為我們這個power series 是 針對到s0等於0來做展開的話 所以說 它並不是在正負I這兩點 所以說 那我們就可以用我們62的方法來解它 對不對 這正負I帶進去 這數字就 它們頻繁是不是就變負1 負1加1 是不是就等於0了 對不對 所以說 這s等於正負I 就是所謂的星光point OK 好 那當然我們在6-2的第一頁 我們還列出了其他幾個限制 那另外一個限制也就是說 那這個 Defential Equality 必須是線性 那 這是另外一個限制 那還有 還有一個限制是什麼呢 這裡的A0X A1X Ans 那它最好都是多項式的一個型態 最好都是多項式的型態 雖然是說 那就算那個A0X A1X A1X 他們並不是多項式的話 我們還是可以用泰勒展開式 把它變成一個多項式的型態 但是因為泰勒展開式 畢竟是有無限多項 它在處理起來 它在計算起來 會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說我們第六章 最好還是 最好還是就是 嗯 那個當A0 A1X Ans 他們是多項式的時候 才是我們 第六章的方法 最適用的一個 的情形 OK 那所以說 這就是我們方法的幾個限制 大概會是這個樣子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 就為各位同學來看看 我們 那第六章的解法流程 大概會是這個樣子 那第一步我們就把這個東西把它帶進去 OK 好 那不過呢 我們就 邊講解法的流程 我們邊看一個實際的一個例子 OK 那 雖然是說 我們第一步通常會是這個樣子 但是呢 S-0 的N字方 S0 通常我們會 喜歡設成多少呢 0 因為S-1 的N字方 S-2 的N字方 都比較難 難計算對不對 所以通常 為了計算 方便的話呢 通常我們會設 那個S-0 會等於0 只要當我們的S-0 它是所謂的那個 它是 它是 它所謂的 ordinary point 也就是 所有不是星光point 的點 我們都把它叫做 ordinary point 那只要 0不是所謂的 星光point 的話 通常會把這個S-0 等於0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為各位同學來 看 那個一個具體的例子 像346頁這個例子 那我們就 因為 這時候 S-0 等於0 它分起來不是一個星光point 所以說 我們就假設 我們解釋 Cn乘上 Sn 的那個 linear combination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把它帶進去 帶進去之後呢 Sn 的二次微分 是不是就會變成是 N乘上 N-1 再乘上 那個 Sn-2 二次分 OK 好 那我們雖然第六章 那個 概念 非常簡單 但是在計算上面 會有非常多 希望各位同學 能夠小心的地方 那我們在這裡 再做微分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發現 這裡 把 Sn 變成 Sn-2 次分 前面乘上這些東西 那我相信各位同學 都很容易理解 但是各位同學 比較容易忽略的地方 是什麼呢 這本來是N等於0到無限大 齁 這要改成 N等於2到無限大的 smension 這是各位同學 在計算上面 那 比較容易忽略的一個地方 有沒有同學知道 為什麼這裡要變成那個 N-2 N等於2開始 而不是從N等於0開始 因為 對沒有錯 N等於0的時候是 S0次分 0次分做微分 就已經變成0了 對不對 N等於1的時候 是S一次分 一次分做二次微分 也會變成0 所以說 N等於0和N等於1 我們做二次微分 數次都不見了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這裡要從 N等於2開始 從N等於2到無限大次分 好 那所以說 第一個Term 我們做二次微分 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第二個Term 我們就 我們這裡並沒有做微分 所以我們還是把 Y等於這個帶進去 只不過我們前面多乘上一個S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S 把它乘進來 好 就變成Cn乘上那個S N加一次分 齁 那就變成是說 這兩個東西的三分尋 齁 這是我們第一步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做 接下來我們要做第二步 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可以發現齁 這裡是S N-2次分齁 這裡是S N加一次分齁 很顯然這兩個泡 它們不一致齁 所以我們第二步齁 第二步的話 第二步的話 我們就 一律把那個S的泡 一律都變成S的K次翻 齁 一律都把它變成S的K次翻 齁 那我這裡是 寫的比較百話一點齁 我這裡是說對齊 齁齁齁 那其實就是把我們的泡 一律都變成那個S的K次翻齁 這是我們第二步要做的事情齁 OK 好 那 一律變成那個S的K次翻是怎麼樣子呢 齁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看看齁 這是S的N-2次翻的話呢 我們就律 K等於那個N-2齁 所以說 那本來是N-2次翻 是不是就變成S的K次翻齁 K等於那個N-2的話呢 是不是反過來N就要等於那個K加2 對不對齁 N就要等於K加2 對不對齁 所以說呢 這裡的話 N就變成K加2齁 N-1就變成K加1齁 本來是CN 是不是就會變成那個C的K加2齁 對不對齁 好 那這裡的話 同樣也是各位同學在計算上面 容易會忽略會犯錯的地方是什麼東西呢 這裡 剛才我們是說 N是從2開始到無限大做Summation齁 對不對齁 但是我們現在把N換成K的話呢 我們要注意到齁 N等於K加2 那所以N等於2的時候 是不是K要等於0 對不對齁 所以呢 我們在這裡齁 是不是 N等於2的話 那K要等於0齁 所以我們這裡 要把這個範圍把它換回來齁 那 這也是各位同學可能在計算上面 會容易忽略的地方齁 那我們要注意到 我們把N用那個新的變數來取代的話齁 我們閃命運動範圍要怎樣改變 同樣的 在另外一邊也是一樣齁 這裡 所以 那或者是換言之 N就等於那個 所以說 本來 CN是不是就變成CK-1 對不對齁 那這裡同樣的我們要注意一下齁 那 那本來是N等於0到無限大齁 那既然 K等於N加1齁 對不對 所以說N等於0的時候 是不是K就要等於1齁 對不對齁 所以說我們這裡 閃命運動範圍也是 各位同學在計算上面 要小心的一個地方齁 齁 好 那其他步驟我們就先休息個10分鐘 接下來再繼續為各位同學來講解 我們剛才是已經有為各位同學來稍微講解過齁 多像是齁 也就是說齁 當我們遇到了Defential Equation 它是所謂的線性齁 而且它的係數 是那個所謂的多像式的一個係數的話齁 那基本上呢 我們就可以幫 基本上呢 我們就可以假設 我們解釋那個CN層上面的 X解掉X0的N次方 對不對齁 那 所以說 所以說呢 基本上呢 我們就可以用這種方法 來解一個Defential Equation 但它 但它是一個線性的Defential Equation 但它係數是一個多像式的一個形態 那如果在解法 這個觀念算簡單齁 但是解法有很多流程 那可能各位同學在實際上算題目的時候 也許會比較容易是那個忽略的地方齁 那我們這裡就為各位同學做一些講解齁 好 那我們第一步就是假設 我們解釋這個樣子 我們把它帶進去齁 那 當然 通常為了計算方便的話 我們這裡通常都是用S0等於0齁 只要它是所謂的那個Odering Point 它不是所謂的那個星光Point 就可以齁 OK 那我們第二步呢 我們就把每個Term 就把它定成S的K次方 唯獨在計算的時候 各位同學要小心齁 我們SIMMATION的LOW BUND 那K要怎樣 LOW BUND要怎樣改變齁 那可能就是各位同學在計算上面要注意的幾個地方 OK 好 那現在我們在第二步的話呢 這兩個都已經是S的K次方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把這兩個SIMMATION 就可以把它做合併的動作齁 但是在這裡要請各位同學注意齁 也就是說呢 這裡的SIMMATION是從K的0到無限大齁 可是這裡的SIMMATION是K等於1到無限大齁 對不對齁 也就是說呢 我們在第一個SIMMATION當中 K等於0的部分齁 它並沒有 第一個SIMMATION它有出現K等於0的部分 第二個SIMMATION它並沒有出現那個K等於0的東西齁 所以說當這兩項我們把它合併出來的話呢 我們要把那個第一項K等於0的東西把它獨立出來齁 就是像300就是像那個347的這個樣子齁 這兩東西我們相加齁 那當他們都是 當他們共通的部分就是K等於1到無限大的部分齁 所以說我們這裡SIMMATION的方法是從K等於1到無限大齁 然後我們再把這裡面係數把它寫進來 K加2乘K加2 再寫成K加1 然後這裡再加上K-1 那如果唯獨我們要注意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們第一個SIMMATION它有K等於0的部分 第二個沒有 所以說呢我們要把K等於0的部分把它獨立出來 獨立寫出來齁 所以說K等於0帶進去 這裡就是C2 C2 然後再乘上2 再乘上1 對不對 然後再乘上S0次方 對不對 K等於0帶進去S0次方 所以就變成2乘1乘1 就可以乘2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第三步的話呢 第三步我們就寫成這個樣子 其中這裡是K等於0的部分 OK 好 那這也是 這也是各位同學在計算上面要注意的一個小地方 OK 那 好 那 總之呢 我們就把 我們在做合併的時候呢 我們要把那個 嗯 這些證單中並沒有共通的部分 我們要把它獨立的寫出來 OK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得出了這個等式 好 那我們可以發現齁 我們 我們 地體5它基本上 是什麼樣的一個Difential Equation呢 它是一個Homogeneous Difential Equation 所以等號右邊是不是都等於0 對不對齁 既然等號右邊都等於0的話 那等號左邊都是 S的K次方齁 那是不是這等式要滿足的話 是不是 S的K次方它的係數一定都要等於0 這個等式才有辦法滿足齁 所以說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根據 SLAB111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發現齁 那首先2C2要等於0 對不對齁 齁 那其次呢 CK加2 乘上那個K加2 再乘K加1 再加上CK-1 要等於0齁 所以說 CK加2和CK-1 它們數是有這樣子的一個關係齁 齁 這是一個所謂的乳科系統的關係齁 所以說我們根據第三步齁 回讀這兩個方式 C0,對不對,這數字就會會變成C11 所以說當K等1帶進去的話 數字我就得出來C11等-C0除以2 再除以3,對不對 K等1帶進去這數字就是3和2,對不對 所以說C11等-C0再除以6,對不對 那同樣的K等2我們帶進去的話 C4等-C1除以3再除以4,對不對 那K等3的時候C5和C2之間就有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可是在這種情形下的話 因為我們在這裡已經看到了C2要等於0,對不對 既然C2要等於0,那是不是C5一定要等於0,對不對 所以說以此類推的話 我們再把K等-4帶進去的話 K等-4帶進去的話 C6和C11他們之間與科學的關係是不是也又出來了 對不對,就是說 C6-C11除以5再除以6 然後我們就知道C11跟C0之間又有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說我們就可以發現C6跟C0他們之間會有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那一直在推 那C7跟C4就有這樣的關係 然後因為C4又可以表示成C1的樣子 所以C7是不是可以表示成C1再除以某一個殘數,對不對 那同樣的C8,C8跟C5會有這樣的關係 然後我們剛才是不是有算過 那個C5他要等於0,對不對 因為C5等於C2要乘上一個殘數 所以說既然C5等於0的話 那C8是不是要等於0 那C9可以表示成C6的樣子 然後C6又可以表示成C11的樣子 然後C11又可以表示成C0的樣子 所以說是不是最後我們C9可以表示成C0再除以某一個殘數 所以說以此類推 我們最後一個一個算出來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發現 當CN如果N是那個 N是那個3的整數倍的話呢 CN是不是一律都可以表示成C0除以某一個殘數,對不對 按照這個旅科系譜關係式 如果那個CNN除以3於1的話 他最後是不是可以表示成C1的樣子 像C4C7C10最後都可以表示成C1 再除以某一個殘數 那相對而言如果N除以3於2的話 像C2C5C8C11的話 那數是都會變成0,對不對 所以說呢我們就根據這個 我們就根據那個347頁 我們所算出來這個旅科系譜的關係式 我們就把C0C1C2C11C5 那個C4C5一個一個就把它算出來 那我們就可以發現 那最後它的係數大概就會是這樣子 C2C5C8C11一定都會變成0 那其中C1C4C7C10C13 一定都可以表示成C1在乘上一個殘數 那相對而言 那相對而言C0C6C9C12 一定都可以表示成C0在乘上一個殘數 所以說最後我們原本 我們假設的底分界 equation 是這個樣子 就是CN乘上S的N字翻 但是我們就可以發現 CN乘上S的N字翻 可以分成三組 其中N除以3於2的話 它的係數於2都是0 我們就不必管它了 但是相對而言 N除以3如果是於0的話 最後這些係數都可以表示成C0 C0乘上五個殘數 對不對 所以說這時候 N除以3與0的部分 我們就把它合併在一起 所以說原本是C0乘上S的0次翻 C值以乘上S的3次翻 然後C6乘上S的6次翻 C9乘上S9次翻 那我們就可以發現 它一律都可以 它都可以把它合併表示成這個樣子 那這裡的話 那這裡的話 原本是C0乘S0次翻 再加上C11乘上S的3次翻 對不對 那我們剛才是不是有算出來 C11 C6 C9 就是C6 C9 和C3 它們是不是一律都可以表示成那個 C0再乘上某一個殘數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是不是就發現 這些係數 它基本上我們算出來結果 它基本上都可以表示成C0再乘上某個殘數 那既然如此的話 那是不是 在 對這些頓而言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它們共通的部分 就是C0把它提出來 剩下來 那剩下來的部分 我們就看 C0乘上哪些長數會變成C11 C6 C9 那我們就把它寫起來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同樣的呢 另外 另外這個部分呢 另外這個部分 它其實原本是那個 C1 C1 X的一次方 再加上C4 的S 四次方 好 好 那我們又會發現 C1 C4 C7 C10 它一定都可以表示成C1乘上一個殘數 所以說呢 我們是不是把它們 构透的部分 把它C1 把它提出來 那剩下來的部分 就可以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所以說 我們原本 YX4等於這個東西 我們就把它改寫成這個樣子 OK 那這時候的話 我們就可以 我們最後得出來的結果 會變成這個樣子 對不對 那其中這裡的C1 和C0 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把 這個C1 和C0 把它看成是任意的殘數 對不對 任意的殘數 那至於C0 後面根的這個東西呢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 印它給Y1 對不對 那C1 後面根的這些東西呢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 寫成Y2S 所以說 最後我們得出來解 是不是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YX等於C0乘上Y1S 再加上C1乘上Y2S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 是不是剛好就是 一個 二次的線性微分方程式 如果它是Homogenius的話 它一般的解 是不是剛好就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就是兩個互相是線性獨立的解 它們linear combination 很顯然Y1和Y2 是不是當然是線性獨立的 因為Y1有出現的Term Y2沒有出現 Y2有出現的S1次方4次方 Y1也沒有出現 所以這很顯然 這兩個是線性獨立的 所以說YX就等於 等於這兩個線性獨立的解 它們linear combination 就寫成這個樣子 那當然 當然我們可以把我們解 寫成這個樣子 但是有時候 我們會把我們解 把它寫成是 這種Summation的一個Fone 對不對 因為Y1X它是反而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就可以發現 它其實會有一個 它其實會有 某一種規律性存在 那如果我們扣掉第一項不管的話 那剩下幾項 是不是都是S3K次方 對不對 那S3次方 6次方 9次方 一直在推 那前面是不是 3次方前面是負號 所以這裡是 然後6次方是正的 9次方又變負的 所以這裡就變成-1的K次方 那如果是3次方的話 它分母是除以2除以3 6次方的話 它分母是2356 2356是不是就跳過4 對不對 那9次方的話 它是235689 它是不是就跳過4和7 所以說我們分母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解成什麼 2乘3 一直乘到那個3K-1 乘到那個3K這個樣子 對不對 那所以說 我們 我們有時候可以把它解拔開 寫成這樣子 比較那個 比較那個 那個 科學的樣子 比較有學問的樣子 就是這個summation of turn 那同樣的 讓我們第二項 這個Y2也是一樣 Y2這裡是那個 一次翻四次翻 七次翻十次翻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把 把那個S獨立出來之後 那其他部分我們就把它寫成 那S3K加一次翻 那同樣這裡是一正一負 所以是負一的K次翻 那同樣的分母的部分呢 那個像 這裡是除以3乘4 那這裡是除以3467 那3467其實就是 1到7之間 但是跳過2和5這幾項 然後這裡是346790 是不是就跳過2558這些項 所以說呢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 我們的分母8 該寫成這個樣子 3乘4 一直乘到那個3K 乘到3K加1 對不對 那所以說有時候 我們會把我們解本 把表示成那個比較 把把它表示成 最閃眉群的一個形態 OK 好 好 那這是第一個例子 是這個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就為各位同學 來看第二個例子 那我們剛才是有 我為各位同學看那個 第一個例子的時候呢 是我們假設我們的解釋 那個Cn乘3Sn 4番的Linear Combination 把它帶進去 那 當然這裡的前提是 我們 那個S0等於0 它必須不是Singra Point 很顯然的 像我們剛才數字有提過 我們350頁 我們這一題 S 這一題雖然它有所謂的Singra Point 但是它Singra Point的地方 是在這副I 這副虛數的地方 所以說 它那個在0的地方 並不是Singra Point 所以說 我們這裡是不是同樣的 也是可以假設我們解釋 Cn乘3S的N次方 的Linear Combination 把它帶進去 那接下來呢 我們 就先 把它帶進去之後 這裡是Y的二次微分 對不對 Y的二次微分 跟剛才一樣 本來是S的N次方 現在就變成SN-2次方 那前面就多乘了N和N-1 對不對 那 然後這裡外面要乘3S平方加1 那同樣的這裡Y的一次微分 就變成SN-1次方 前面乘3N 那 同樣的也是要請各位同學注意一下 我們做二次微分的話 那 這時候 這時候我們Singra Point 要從N等於2開始 因為 原本N等於1和0都已經 做微分就不見了 那 所以同樣一次微分 也是要變成那個N等於1開始 那這裡沒有做微分 那 所以就變成減掉CN乘3SN次方 linear combination 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看看 各次微分前面要乘3S平方加1 乘S平方加1的話呢 首先呢 乘S平方的部分 我們把S平方乘進來 就變成這個樣子 那 加1乘進來的話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 而至於這個Y的一次微分乘S 乘進來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減掉CN SN 那就變成是那個 我們中間這個式子了 OK 那接下來 這是我們第一步 我們第一步就是 直接把這個帶進去 那 唯獨就是我們帶進去的時候 我們要小心 sumation的範圍 有助一點點小小改變 那第二步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 就是要做所謂的 對齊 那什麼是對齊呢 這裡 有的是SN次方 有的是SN-2次方 對不對 那我們在做對齊的時候 我們一律都把它變成S的K次方 對不對 那就是我們 這裡的流程當中 是不是有講到 第二步的話 我們一律把S的POW 都變成S的K次方 對不對 所以說 這裡 一律變成S的K次方的話呢 那 我們像第一項的話呢 變成S的K次方 我們只要令K等於N就好了 那所以說我們 直接把這裡所有的N都變成K 就顯成這個樣子 那只不過 唯獨 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們第二個部分 第二部分 它這裡是S的N-2次方 我們要把它變成S的K次方的話呢 我們這裡就要令K要等於N-2 K等於N-2 所以這裡是S的K次方 那K等於N-2的話 那是不是相對而言的話 那N就要等於K加2 對不對 所以說這裡就變成CK加2 對不對 那這裡是K加2 然後這裡N-1 是不是就變成K加1 對不對 那同樣的 我們也是要小心一下 當N等於K加2的話 原本N是從2 閃明尋到無限大 對不對 當N等於2的話 那K等於N-2 所以說K是不是 閃明尋範圍要從0到0開始 對不對 N等於2 就相反是K等於0 所以說同樣的 我們這裡的閃明尋範圍 也是要做改變 這也是各位同學 在計算上面要注意的一個地方 那剩下兩項都很簡單 因為他們已經是S的N次方了 所以我們直接令K等於N 那就出來了 所以說我們就得出了 這四個閃明尋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發現 這四個閃明尋當中 那個有的是從K2 K等於2開始 那有的是從K等於0 或K等於1開始 所以說他們共通的部分 是不是K等於2開始 這四個閃明尋才全部都有 所以說他們共通的部分 是K等於2開始 那是不是說 我們要把K等於0 或是K等於1的部分 要各別把它獨立出來 對不對 首先我們就來看看 那個K等於0的部分 是不是我們第二個閃明尋 有K等於0的部分 第四個閃明尋也有K等於0的部分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是不是要把 那個K等於0的case 我們要把它獨立出來 的話 那首先我們來看看 我們第二個閃K等於0的時候 我們把K等於0帶進去的話 那它是不是就會變成 那個2乘上1 再乘上那個C2 對不對 2乘1乘C2 是不是就變成那個 2C2 對不對 然後再乘上那個 S0次番 對不對 所以說這裡K等於0帶進去的話 那它就會出現那個2C2 這一下出來 那 我們最後一下 我們K等於0帶進去的話 它是不是就會出現那個C0 C0乘上S0次番 所以說K等於0的時候 我們就根據這兩項 把K等於0帶進去 它就會 它就會得出這個東西 好 那至於K等於1呢 K等於1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 後面這三項有K等於1 但是第一項沒有K等於1 所以說K等於1的氣息 我們也是要另外處理 所以說我們把這個 這個閃平曲 我們把K等於1帶進去 它就會變成3乘2 再乘上C11 所以就變成6乘上C11 那第二項我們也是把K等於1帶進去 它是不是就變成1乘3 那個C1 對不對 那第三項我們把K等於1帶進去 這裡就變成減掉C1 後面再乘上S的一次番 OK 所以說K等於1帶進去的話 我們就根據 我們就根據 那個後面這三項 我們就得出來 那個 它這裡K等於1的係數 就分別是 那個 6C11加上C1 解掉C1 然後再乘上X OK 那至於K等於2以後的部分 K等於2以後的部分 這四個TEN K等於2以後的部分全部都有 所以說K等於2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把這 這四個TEN的係數8 架在一起 然後再一起升上SK就可以了 好 那同樣 我們現在要處理的問題 那第六題它基本上也是一個 HOMO Genius的一個問題 對不對 既然是HOMO Genius的話 那等號右邊 是不是也是要等於0 那 所以說要滿足這個等次的話 是不是我們每一個 是不是S0次番 一次番 二次番 一直到無限多次番 他們的前面的係數要等於0 那它才可以滿足這個等次 對不對 所以說接下來我們就得出了 那K等於0 從K等於0的部分 我們就得出來 2C2要減掉C0 它要等於0 對不對 2C2減C0等於0 那這時候它才會滿足這個等號 右邊會等於0 OK 那第二項的話 是不是6C11也要等於0 對不對 那第三項 然後從第二項K等於2以後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就得出了這個式子 對不對 那我們再把這個式子 做一些後續的處理的話呢 那它其實就會變成 那個我們350頁中間 這個東西 OK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再把這個 接下來我們再把這個 這個 K加2 和 K加1這兩個東西把它除掉 那所以說 是不是我們就得到了 CK加2 就要得那個 負的K加2分之 K減1乘3CK 對不對 那所以說呢 我們就根據 第三步 我們展開來得出 就是合併之後 得出了這幾個equation之後呢 我們就得出了這3個等式 首先2C2減到C0 要等於0 那其次再根據這個 6C11也要等於0 那其次呢 再根據中間 就是K等於2到5線大這些項 我們經過一些計算 我們又得出這個鋁科齊五的市值 就是CK加2跟CK要有這樣子的一個鋁科齊五的一個關係 所以說我們在第四步我們就得出了這三個東西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就來看看 我們跟那個剛才例子也是一樣 我們就可以把係數根據這幾個鋁科齊五的市值一個一個 把它算出來 首先呢,我們根據這個等式的話 我們就會發現 C2要等於那個2分之0,對不對 然後我們再根據第二個等式 我們是不是要就得出C11要等於0,對不對 那接下來我們再可以根據這個第三個等式 根據第三個等式的話呢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把所有口比寫一個一個把它算出來 比如說我們要算那個C4 C4的話,我們就可以把那個K,K等於2帶進去 那C4就可以表示成C2乘上某一個常數,對不對 那所以說C4等於C2,K等於2的時候帶進去的話 K等於2帶進去的話 K等於2帶進去的話,C4要等於C2乘上某四分之一 那因為K等於2帶進去就變成那個四分之負一 就變成某四分之一 然後我們又知道C2 我們剛才已經算出來,C2要等於那個C0除以2 所以C4可以表示成C0乘上某一個常數 那依此類推 那個K等於3帶進去的話 我們就會發現C5要等於那個C11乘上某一個常數 那我們又知道C5那個C11要等於0,對不對 所以說了C5就會等於0 那依此類推 C6 C6又就是把 我們要求C6的話就把K等於4帶進去 所以說C6等於C4乘上某一個常數 那因為C4又可以表示成C2 C2又可以表示成C0 所以說C6是不是最後可以表成C0乘上某一個常數 那依此類推 那大家舉一反3 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發現 當N4 當那個N4所謂的up的時候 像C3,C5,C7,C9的話 那最後我們所算出來的值 一定都會變成0,對不對 因為K加2一定會和那個K有關係,對不對 所以說C9可以表示成C7 C7又可以表成C5 C5又可以表成C3 然後我們又知道C3等於0 所以說呢 我們就可以發現 經過根據這裡Cursive的式子的話 只要我們最後所得出來的CN的值 只要N是一個R的number的話 除非這個N等於1 否則的話 它最後都可以表示成C3的樣子 然後C3又等於0 所以說N4R的話呢 那除了C1可能不等於0以外 其他全部都等於0 那如果N4EVEN的話呢 最後一定都可以表示成C0的樣子 因為C 比如說像C8可以表成C6 C6又可以表成C4的樣子 C4又可以表成C2 C2又可以表示成C0 所以說根據這個C6的式子 我們是不是很快可以判斷出 N如果是EVEN的話 它最後可以表成C0的樣子 所以說呢 我們就得出了 我們就可以根據這幾個 UQ4的式子 我們就可以把係數一個一個打算出來 好 那原本 原本我們是假設我們解釋CN乘上SN字翻的Linear combination對不對 那我們就可以發現 其中CN乘上S的N字翻的Linear combination當中呢 那它現在就只剩下 它現在就只剩下那個N4EVEN 以及N等於E的地方 那因為C1在那個C11之前 所以C1它可以不是等於0 對不對 所以說C1S這項還是被保留 但是其他的那個C3C5C7C9C11 全部都已經變成0了 那如果是N4EVEN的話呢 C0C2C4C6C8 它一律都可以表成C0乘上某一個參數 所以說我們最後的解大概就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那其中 第一個 其中就是那個 N4EVEN的部分就是C0乘上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我們就令它等於Y1 再加上C1乘上S 那剛好我們就得出了這兩個線性獨立的解 一個是Y1 一個是Y2 Y1乘上C0 再加上Y2乘上C1 就是我們350頁 這個我GINIOUS的一個Second Order的那個線性的Defential Equation 它一般化的解 我們就這樣子算出來了 OK 好 那如果我們在這裡 那 我們 雖然說 花了很多功夫才把這個解把它算出來 但是在這裡的話我們有一個地方 我們有一個地方要請各位同學注意的一個地方 OK 好 那首先呢 第一個要請各位同學可以注意的地方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剛才是不是有跟各位同學來講解過 那我們 可以根據這些旅科系譜的式子 把我們的解一個一個把它算出來 對不對 那比如說 C C2可以表示成C0乘上某一個殘數 對不對 然後C4又可以表示成那個C2乘上某一個殘數 對不對 那但是呢 但是呢 我們要把這些東西一個一個把它算出來 是不是 有點麻煩 對不對 所以說呢 我們其實 所以說呢 那實際上我們在解題目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算到一半的時候 各位同學可能就要先找一找 它有什麼樣子的規律性 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要算C4的話 那 C4這裡K加2 對不對 所以K等於2 所以這裡是不是要 C 我要算C4的話 這裡是不是就等於4 對不對 那因為K加2這裡 這裡是K加2 這裡也是K加2 對不對 那所以說這裡出現4 對不對 那同樣的道理 我們在算C6的時候呢 那我們這裡 是不是也會出現6 對不對 我們要算C8的話 這裡會出現8 對不對 那所以說 我相信各位同學可以以此類推 對不對 那根據這個 旅科喜福的式子的話呢 當我們要算C2K的話 那這裡的話 那是不是分母一定會出現了2K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2K-2 然後2K-2 那這裡的話 那這裡的話會出現8 對不對 然後 所以說我們就可以發現 我們 所以說它最後 如果要把它表示很C0的樣子的話呢 它這裡就會變成2乘4乘6乘8 對不對 2乘4乘6乘8 對不對 那至於分母的部分呢 分母的部分呢 分母的部分呢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發現 這是K加2 那我們如果把這裡的正負號把它改變的話呢 那它是不是其實也就會變成是 什麼東西呢 等於 等於 負的K-1 那所以說我們根據分母的話呢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判斷出 那它分母一定會是這個樣子 那它分母一定會是這個樣子 2K-3 對不對 根據這個負號的話呢 那我們是不是又可以進一步的判斷出 那這裡的話 C2最後可以表成C0除以2 對不對 這裡是那個沒有負號 對不對 可是呢 C4就變成那個負的 負的C0在乘上某一個殘數 對不對 然後C6又變成那個C0乘上某一個殘數 然後沒有加負號 所以說最後這裡是不是還要再多了一個 負1的什麼東西呢 負1的K減掉一次番 對不對 那所以說呢 我們就可以發現 嗯 或者是負1的K加一次番也可以啦 OK 那所以說呢 最後我們是不是就可以發現 那雖然是說各位同學當然也可以 如果時間夠的話也可以一個一個繼續算 把C10C12的樣子都把它算出來了 但是呢 通常我們如果為了節省計算時間的時候呢 那其實我還是強烈的建議各位同學 那我們算到一半的話 我們就盡量開始來找 這些係數它們之間會有什麼樣的規律性 那我們再用 再把這些規律性 用一個簡單的數學式子把它寫起來 比如說我們是不是算到C8以後 我們其實就可以非常合理的判斷 那C10C12 無論是C2K K等多少的話 它一律都可以表示成這樣的一個式子 那所以說呢 那我們是不是 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把 這些係數那個後面地方 我們就努力把它算出來了 我們就直接把它表示成這個樣子 好 OK 好 OK 大家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把醉了 這個2的K次方把它提出來 那剩下來是不是就是 K乘3K-1 乘K-2 一直乘1 對不對 那或者是說 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那個 2的K次方乘3K的結成 比如說C8這裡就是 2的4次方 除以4的 乘34的結成 C6這裡就是 2的3次方 乘33的結成 OK 所以說呢 那我們 我們 其實最後我們就可以把這些 那個 就是 S的2N次方 或是 S的2K次方的係數 就可以把它 表示成這個樣子 其中 分母的部分 分母的部分 就是2N乘3 2等結成 那至於分子 就是剛才我們所算出來的 就是 負1的N加1 或N-1次方 那其實 其實這應該都是一樣的 那 那 那這裡是乘1 乘3 乘5一直乘到那個 乘3 OK 這就是我們所算出來的結果 就可以表示成這個樣子 那 那 那當然 那所以說呢 這也是各位同學 在我們最後把解 寫出來的時候 要注意的一個地方 就是這個樣子 那 但是呢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有幾個地方 要請各位同學 來做一點點 小小的 注意 首先呢 我們 我們這裡 353頁 我們所寫出 我們雖然已經用剛才的方法 得出兩個線性獨立的解 一個是這個東西 一個是這個東西 但是呢 我們這邊 會有一個限制是說 S的絕對值 必須要小於1 這是為什麼呢 這其實就是為了 縮鏈 OK 我們要 看那個縮鏈的話 那我們基本上 是不是都是用那個 Racial Test 對不對 那 Racial Test的話呢 那我們 是不是就是用那個 我們再算那個 Racial Test的話呢 我們是不是就是把其中的那個 DN加1項 DN加1項 和DN項 我們兩個相處 那 N加1項和DN項相相處 如果L小於1的話 它就是收斂 L大於1 它就是方法 那L等於1的話 我們再另外做處理 所以說像剛才這個 這個結果的話 我們把那個 N加1把它帶進去的話 那它大致上就是這個樣子 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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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兩個相處以後 它會變成什麼呢 首先我們看看 當 N變成N加1的時候 是不是 我們 我們在分子的地方 多成了一個 -1 對不對 然後多成-1 之外 那個 後面這裡是不是多成一個 N-1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 S的2N變成S N加2四方 是不是多成一個S平方 對不對 這是分子多出來的部分 那分母多出來的部分 是不是 多成了一個2 因為2 的N字方變成N加1字方 就是多成一個2 然後再多成一個N加3 1 就變成這個樣子了 好 那接下來 我們就來看看 我們再算Ratio test的話 我們就得出了這個東西 對不對 那我們就來看看 這東西的話 當N趨近無窮大的話 它會變成什麼東西呢 要加絕對字 對 對 要加絕對字 OK N趨近無窮大的話 它會變成什麼樣子 首先呢 我們就看看N趨近無窮大的話 N加1分之2N-1 它是不是就會變成2 對不對 N趨近無窮大的話 最加1和減1 是不是小到微步 足到得地步 對不對 所以說 N加1分之N-1 是不是就會變成2 對不對 那所以說 它就會變成是 對不對 就變成這個樣子 因為這裡是絕對值 所以說 所以說 負號可以拿掉 1分之1乘2 當然在就是1 好 那接下來 我們得出來結果 會變成是 這個樣子的話 那我們其實 就可以來看看 那 這時候的話 是不是說 當S S的絕對值 如果是小1的話 那 這個出來的值 它是不是就 這個我們在 這個 出來的值 是不是就會小1 對不對 S絕對值小1的話 那S平方 是不是也會小1 對不對 那所以說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判斷 S絕對值 如果是小1的話 那 我們這個 它就會是 收斂的地方 所以說 我們這題 為什麼我們收斂的範圍 是那個 S絕對值小1 那 其實就是這個原因 OK 那 至於等於1的Case 等於1的Case 等於1的Case 那可能我們要再 另外再算 那是 對 好問題 呵呵 好 那S等於1是否收斂的話 那這可能就是要另外再看一下 好 好 那這個問題我再回去算一算 OK 好 那總之 像我們這一題的話 我們最後所算出來的 也是同樣的 用這個東西把它帶進去 所以說各位同學有沒有發現 我們 6-2這個 6-2這個Case 6-2這個Case 基本上它的解法是非常的簡單 我們只要把握一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也就是說 我們要把我們減 用那個CN層上那個S減掉 S0的N字方把它帶進去 然後 第二個原則也就是說 我們在計算過程的時候 我們要小心一下 我們SIMMATION範圍的那個改變 比如說 做微分以後 我們SIMMATION要變成是從哪邊開始 然後我們再做這些 都把它變成SK字翻的話 那我們K的範圍要做什麼樣的改變 那這些東西可能在計算的地方 那我們可能都是要做注意的 要注意的一個地方 那雖然是說我們第6-2這個東西 那它雖然概念上是很簡單 但是說實在的 它在計算上面還是蠻盤雜的 所以說希望各位同學 平常還是要多練習一下 好 那講到這裡的話 我們可以請各位同學來注意幾個問題 我們剛才第一個問題 我們剛才在346頁跟350頁 我們這裡所舉的這兩個例子 他們都是HOMOGINES 那是不是代表是說 我們6-2這裡所講的方法 它只適合於HOMOGINES的問題呢 其實不是的 那我們6-2的方法 其實就算我們所遇到的問題 如果它不是HOMOGINES的時候 其實我們還是可以用6-2的方法來解 唯一就是說 各位同學在計算的時候 在比較係數的地方 就不能像我們剛才在講解計算流程的時候 一例都是說這些係數都要等於0的話 這個等式才會成立 那比如說我們可以給一個例子 假設現在我們同樣還是350頁的例子 可是現在它不是HOMOGINES 這裡要等於X的話 那這時候 這時候的話 我們這三個等式當中 要做一點點的改變 假設這裡等於X的話 那我們這裡6C1 6乘算C11就不再是等於0了 這時候6乘算C11它必須要等於1 這樣子的話 等式才是可以等 才可以成立 對不對 那所以說呢 那雖然是說 所以說呢 雖然是說我們這幾個例子都是HOMOGINES 但是其實我們6-2的方法也可以適用於 那個簡單HOMOGINES的一個Defensial Equation 那如果我們在第三步比較係數的時候 要做一點點小小更正而已 這是第一個要注意的地方 那第二個 要請各位同學在額外注意的一個地方 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說 雖然是說 我們6-2的方法一般是適用於 當我們的係數是一個多向式的一個型態 但是就算我們係數不是一個多向式的一個型態 比如說像354頁這裡 這裡是一個PosFunction對不對 那 當我們遇到這些係數是PosFunction的話呢 這時候我們可能就是要用所謂的泰勒轉開式 像PosS等於那個1-S平方除以2 再加上S的4次方除以4階 那1-S6次方除以6階 我們把它帶進去 帶進去之後 那接下來就可以用我們剛才的方法 另外的那個CN乘上那個S解掉S0的N之方 把它帶進去 那同樣也是可以把它解出來 這個詳細的過程各位同學可以參考我們 Session 6-2的那個T8格立體 好 那所以說這是 雖然所以說這是我們那個6-2的方法 它其實也可以適用於Luncogenes 而且它的那個系數不是一個多項式的一個型態 好 那我們在結束那個6-2之前的話 那我們接下來為各位同學來講解幾個名詞 第一個重要的名詞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所謂的那個Analytic 355頁這裡是Analytic 那什麼是Analytic 什麼是Analytic 什麼是Analytic呢 那我們剛才是 那所謂的Analytic 它的定義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在講義的355頁這個地方是有講解到 那我們課本有關於Analytic的定義是寫的比較複雜一點 就是說如果一個function它可以表示成那個Pulse series的話 而且它的ROC 也就是所謂的radius of convergence 它不是等於0的話 那這個function就被叫做是Analytic OK 可是呢 通常 雖然是說那個Analytic標準的定義 我們可以由那個radius of convergence來判斷 但是通常我們會用比較方 比較簡單的方式來判斷一個function是否為Analytic 就是像355頁下方的這兩個條件 第一個 假設一個function我們把S0把它帶進去 它不會變成無窮大 那除此之外 那它的一次方二次方三次方帶進去的話 它也不會變成無窮大的話 那這個function其實它就可以滿足我們這個要求 那它就會是一個Analytic的一個function ok 所以那個Analytic function的話 那它基本上是 它基本上是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利用那個355頁下方的這兩個市值來判斷 那個一個function它是否為Analytic 那這兩個東西是怎麼來的呢 那我們剛才是不是有為各位同學 稍微講解過那個太二展開式的一個概念 那太二展開式是不是 是不是F為S0 還有F再S0的一次微分 二次微分 一直到無限多次微分的linear combination 對不對 那各位同學來想想 可以想像得到 但這些條件如果是不滿足的話 那Fs是不是它的太二展開式 就其實就不會存在了 對不對 既然不會存在的話 那它其實也就 它其實那個 就可以然以表示成Pow-Sinis 或者是說它 它表示成Pow-Sinis的時候 它其實那個它就不太可能 它其實在任何地方 它就不會有收斂的一個情形 對不對 因為呢 官司它的太二展開式 這裡的係數就已經是無窮大了 那當然就不太可能會是收斂的 對不對 所以說呢 我們要判斷Fs 它是否為Analytic的話呢 我們其實就要 就把S0帶進去 或是S0帶進它的一次微分 二次微分 一直到無窮落次微分 帶進去 看它會不會是那個 無窮大就可以了 這是第一個 要請各位同學了解的一個名詞 就是 那個Analytic 好 那第二個要請各位同學了解的名詞呢 這名詞其實各位同學已經有看過很多次了 就是所謂的Singua Point 對不對 那 我們這裡會 但是除了Singua Point的話 我們這裡會 介紹另外一個名詞 叫做什麼呢 Ordney Point Ordney翻成 翻成中文是不是正常的意思 對不對 正常的平常的 對不對 那 什麼是Ordney Point呢 所有 Ordney Point 其實 就是 南Singua Point 就是一個點 如果它不是 如果一個點 它不是所謂的Singua Point的話呢 那這時候我們就把這個點 叫做所謂的Ordney Point 所以這就是Ordney Point的一個定義 好 OK 這也是各位同學要了解的另外一個名詞 好 那 那我們要這樣子判斷一個點 它是不是所謂的Singua Point 呢 我們要判斷一個點 是不是Singua Point的話 它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把它變成所謂的Standle Phone 以後了 我們把S0帶進去 看 它變成Standle Phone以後了 它 會不會 有哪些細處會變成無窮大 如果會變成無窮大的話 那它是不是就會是所謂的Singua Point 對不對 如果不會變成無窮大的話 那它應該就會是 藍Singua Point 或者是所謂的Ordney Point 對不對 但是 在這裡的話呢 我們會把所謂的Singua Point的定義 或做 做一些那個 更一般化 那我們以前判斷Singua Point的話呢 我們是把S0帶進去 看它會不會是無窮大 但是呢 我們這裡還要求了一個條件 其實就是Analytica 也就是說呢 那 所謂的帶進去無窮大 其實就是我們這裡的第一個條件而已 但是 假設一個點 我們把S0帶進去 它 雖然不是無窮大 但是 它的一次為分 二次為分 我們把S0帶進去 會變無窮大的話 那這一點 其實我們還是會把它叫做 所謂的Singua Point 比如說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 S的0.5次方 把0帶進去的話 它是不是得0 它是有限大 但是 Fs的一次為分 等於多少呢 對不對 這時候再把0帶進去 是不是就變無窮大了 所以說 當Fs等於 S0.5次方的話 那 S0等於0 是不是 它會不會是analytic的咧 就不會是analytic 所以說 所以說 這時候的話 S0等於0 所以以前我們在講 Singua Point的定義的時候 我們只是看那個 把S0帶進 帶進這些方形 看看它會不會變成無窮大 但是其實更精準而言 我們還要看它一次為分 二次為分 帶進去會不會變成無窮大 OK 那雖然是課本比較少出現這種例子 但是比較嚴謹的定義 應該是這個樣子 也就是說 orderly Point 就是說 當我們把它變成Standphone以後 它的係數 我們把S0帶進去 它都會是所謂的analytic 那如果不滿足這條件 它就會是所謂的Singua Point 所以這是我們另外一個 要請各位同學注意的 orderly Point 跟Singua Point 它們之間的差別 就會是在這裡 OK 好 那 好 那這是我們第二個定義 那我想今天一口氣 我們就把六字二講完了 好 那 嗯 那我們接下來要 呃 好啦 那個剩下一點 我們下一次星期五上課再講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上到這裡 好 1 1 1 2 3 3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